這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出禮好了 我們反對 他們在生日裡求客 這麼開心 他都在做好嗎 我們會來包村莊 這是我們算印山鄉的特產 我包一次給你看 你如果包 包得不好看 說這樣 這樣往後 往後 然後這個剪上來 然後這邊剪上來 右邊 還要去 拌去 沒關係 它這樣拌 這裡用得對 用那個 這是什麼份 這是麵粉 用麵粉黏起來 對 黏住 待會兒就給你煮 對 煮 好 這樣有夠嗎 沒有 沒關係 會太多 我怕說你不會包 它會要啦 我們就要 這樣有夠嗎 它比較少你是比較好包 剛才做一次就要會要 先這樣嗎 先把它扛起來 往後 往後之後有沒有 就把它剪 把它剪到一半的時候有沒有 左邊起來 右邊起來 然後再把它剪 剪這個一點的時候有沒有 分一下 分一下 亮晶晶 黏起來 好 這樣一根 漂亮嗎 漂亮 幾分 幾分 90分 90分 不錯吧 好 妳的那個有沒有 來 我幫大家加菜 這韭菜盒子 沒有啦 妳要把它捲起來 妳沒有捲好 對 妳沒有捲好 加太多了啦 妳平常沒有在做家事對不對 不是 就是一定要抓住一個男人 要先抓住他的胃 我以前也是不會要煮吃 因為為了平常 對 都看電視都會這樣 你剛才不是都看負貝嗎 對 我跟你講 鄉下的獨本 大家都會要做比較多 不管做粿 做什麼 大家都會要做 雖然口味不同而已 我現在要熱鍋了 對 這幾度才能夠錢 差不多幾度 差不多百六度就可以了 百六度我差不多就是幾分鐘 我有沒有溫度肌糖跟女兒嗎 對 你咬到六度 比較正經的 張媽媽 是不是在咬六度 所以它不用一直加熱 不… 就放不下去了 來 你放放看 好 對 來到我們這個節目 就是要做一些平常不會做的事情 我讓它躺下去 你不要放太快 要不然它會噴起來 好 你要放的時候有沒有 你要下去 讓它平滑的這樣碎下去就好 你可以其實可以順著油鍋的旁邊 所以讓它滑下去 不要滑進去這樣子 天啊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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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有畫上口嗎 好香喔 它出鍋子的香氣就出來了 對... 韭菜春捲上菜 來 這是你們的春捲喔 我們的韭菜春捲 很帥喔 我看到我們的竹孫炒肉絲 你們炒的真的 而且這個有加蛋耶 小孩最怕的東西 你們這是一生人最愛的 是一生人 我跟妳講 這個韭菜有起洋的作用 很厲害 很早看過到底是神龍寺還是李時珍 李時珍 李時珍 神龍寺藏白草 最後一個... 最後一句話 有毒 不要再開大玩笑了啦 神龍寺會一直當你開玩笑 好 來試試看 試試看 來試試看 來 我給妳幫忙一下 謝謝... 好香喔 是妳炸的喔 我炸它 親手 感覺很香耶 而且還親手包 歐過變過幾位 舒吳 有 好吃耶 好吃耶 好吃... 我吃一下妳 好吃... 炸不過耶 好會炸喔 真的好吃 真的好炸耶 不錯喔 不錯喔 但這火候的控制是 是媽媽幫我控制好的啦 沒有 控制得好 你看就這樣 金黃豆涼這樣 而且酥脆肥鋼 那今天我們的竹筍 有吃起來什麼感覺 什麼感覺 很甜耶 這筍子妳自己煎了 這好吃 也很好 寶貝啊 妳嚐嚐嚐不怕 因為妳有加蛋 它除了蛋香之外 還有一點點的微辣 我好喜歡那個一點點的微辣 那別為妳設計 真的嗎 可能要加辣椒 我們說啊 因為她不敢吃辣 媽媽就說 對 妳的嗎 辣得恰到好處 吃完呢 竹筍小道師 跟我們啟洋炒 我們去哪裡啊 等一下呢 該大家去看百萬夜景 這裡有夜景 有 對 藍洋平原的秘境 藍洋平原呢 要看夜景的地方非常多 但是要能夠看到 很漂亮的夜景 那還真的要找 對 藍洋平原是長期 很寬闊的 要怎麼看呢 百萬夜景 那一定是在山上 哪一座山 現在不透露 等一下妳就會知道了 網美都會喜歡的地點喔 真的喔 好 等一下要到 好 哇哩咧... 這什麼地方 這邊呢 都是叫做兔子迷宮 兔子迷宮 上多網美都會想要來 這個巴卡拍照 這裡我跟你講 宜蘭的環境真的是好的 妳聽聽看這樣的 全是樹蛙的聲音 對 環境指標耶 樹蛙環境指標耶 老老闆 大哥妳好 妳好 小豆... 我們是請問今晚住誰家 你好 一本輝 來... 是... 請不介紹一下 我們看你們到這邊遺憾來 是 遺憾有12箱子 我今天可以看到11個鄉鎮 我今天遺憾是在你們故事看 這裡可以看到11個鄉鎮 沒錯... 第12個在哪裡 為什麼沒看到 因為在南後有點遠 你們看到 大樓鄉 大樓鄉 我們現在進來這邊是 九一的日光市 海天手環線 很棒 OK... 那我帶你們過去 我們大樓台看一下 可以啊 來 我們旁邊過去 大家請... 我們去看一下滿滿的過去 滿滿的大樓台 來 民工在那 前面...看一下 好浪漫喔 雙心食物 真的... 這個平台都很漂亮對不對 然後我們往這邊 有一些造景拍照 因為大家都說我們是網美景點 沒錯 我們就是網美景點 那邊 宜蘭第一座的玻璃步道 玻璃步道 玻璃步道 然後台灣第一座的台灣啦 第一座天梯 天梯在那裡 對... 然後後來有這位所謂的 月球造景的東西 月球造景 對...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樹屋 然後我們正後方 可以看到嗎 整個南洋平原之外 我們這邊是圓山 圓山 宜蘭市 撞圍 礁溪 礁溪在那裡 頭城 這邊現在晚上看不到 那個雲城的地方 那在哪裡 就是龜山島 龜山島在那 對... 龜山島 你看這平台一直過去 從羅東武捷 靠山那邊是蘇澳 蘇澳 您原來學習 我原來是職業軍人 可是你怎麼會有這些 這樣的設計啊 設計概念 因為我當初是在海軍 在山上待了很多年 我就很希望那種 廣闊的空間 然後就來這邊之後 發現這個地方是租下來嘛 空間很棒 我又把它開始整理 我覺得告訴自己 一個要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人生就第二村嘛 對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最重要 對... 我帶你們再往其他地方看看 每個平台的角度 我們先帶你們看那個 飛天鞦韆好嗎 好... 來...去看看 飛天鞦韆 這是我其中的一個設施 剛剛沒有介紹到 飛天鞦韆的位置 這因為只好 我希望白天的時候 可以看這邊 這邊有一個龜山島 在坐下來的時候 晃的時候你會覺得 很悠閒的感覺 然後拍起照 因為大家喜歡空景嘛 對... 拍照的時候整個就好 人就飄出去的感覺 一人坐一邊 我們就直接看著外面 然後你就悠閒的感覺 往外看 3 2 1 我覺得非常的... 這個畫面真的很美喔 美景搭上美女 對... 而且剛好夜景 而且今天算是幸運耶 對啊 下過雨透 現在沒下了 空氣是乾淨很透 它現在是透出去的 美景當前喔 而且還有美食 還有美食耶 還有美女 我真的好喜歡這個 這是我啊 是不是 我嚇我一跳 我以為你真的好喜歡這個 不是啦 我聽這個聲音啊 因為這邊視覺 味覺 還有聽覺都很享受 你們應該常來吧 對 還蠻常來的 因為它就是有點像台北的後花園 對... 而且進來真的很快 我們都認識老闆了 真的嗎 真的喔 對啊 很熟 好厲害喔 網美果然會常來這種地方 那要不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怎麼吃的這個 這個好像感覺很厲害 這是豬腳對不對 請享用 大家收看的是 我們馬鈴薯的YD頻道 對... 它是一個吃播 對... 吃播 主持頻道的時候你會講什麼 我會說 大家好 我是馬鈴薯的 然後下一步 吃完 它聲音好聽 超好聽的 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 要跟大家介紹 沒有 我就會說 我們今天來到了的是 父子迷宮 我們要來開始品嘗 這邊的食物 其實網美非常愛吃 因為這邊是打卡監店 而且搭配百萬葉監店 超讚的 好酷喔 好大了 果然是主持人厲害 果然是會 它就是YT界人你知道 我剛才看到這邊有苦肉跟高渣耶 所以它這邊不是說 只有這個義大利麵 或者是這個豬腳而已 它這個宜蘭在地的食材 也在這邊都吃得到 有沒有 裡面是非常綿密非常 跟奶油一樣這樣子 這個苦肉也是一定要吃的 這是炸小豬肉那種嗎 對... 然後裡面是肉條 所以一定要蘸一下 對 蘸一點胡椒粉 那個肉吃還是嫩的 然後加上外面那個麵泥 非常的酥脆這樣子 好好吃喔 沒有吃到高渣的 沒有來過宜蘭 還有一個 但是今天妳做過的那個 就是一開始的我們就講 你知道的蛋幹 蛋幹 而且它跟義大利麵做結合喔 對啊 很酷喔 試試看... 而且聽說是限量的 真的 試試看... 好 你弄到自己盤 看到有酷度的耶 好 後切 蛋幹現在會做的人很少了 很少喔 而且即將快失傳 宜蘭蛋幹 很好吃 我先說 其實我本來是不太敢 吃任何的豬內醬油管 因為豬內醬油 雖然豬內醬一種吧 但其實呢 這個醬油 因為它是用醬油有去... 入味 對 醃過 醃過的... 所以完全沒有任何的 內醬的腥味 你本來會覺得 有醬油的香氣在 到底想我只會買蛋幹 你這樣接... 它真的很好的下酒菜 對 而且搭紅酒非常的搭 我很喜歡蛋幹 你會享受 甜點就會來咖啡店 也可以吃的 這個就你早上調的嘛 肉粿 對耶 對啊 它早上就調肉粿 可是我只調一點 晚上吃肉粿 早上調肉粿 量子就... 是跟早上的味道一樣 對 你也不一樣 跟早上味道一樣 真的很香耶 它整個肉粿的香氣 然後搭配這個是奶油嗎 奶油 糖霜吧 奶油乳酪 真的是奶油 因為它乳酪還滿重的 有那個重乳酪的香氣 就是整個鹹香鹹香的 然後帶有一點甜味 對 吃完整個都不太膩 而且它腳不好的聲音 就越聽越餓 你知道嗎 它很會喜歡吃的耶 它喜歡吃的是 真的是 好吃 跟大家分享一下 彩虹蛋糕吃起來 怎麼感覺 這應該是你們店裡面 最熱門的蛋糕吧 我想先吃吃看這上面的 這是什麼動物 兔子嗎 你們店裡面有養兔子對不對 對... 我剛剛有看到 厲害囉 這每一層的感覺 會不會不一樣啊 感覺是不同口味耶 試試看 什麼感覺 就是很清爽的海麵蛋糕 對... 因為一般來說 他們都會在 每一層裡面 加很多鮮奶油 對... 吃起來就會很膩 對... 可是這個是完就不會 它就只有上面一層鮮奶油 然後下面就是七彩的 海麵蛋糕 很鬆軟的感覺 對... 所以妳這樣一整天 跟我們這樣一些旅行 妳覺得好玩嗎 應該... 我是最開心的吧 一整個感覺 抓魚的地方 我超級開心 因為我從來沒有抓過魚 抓魚就是等於說 妳就解放了 然後穿著青蛙裝 妳就下去 就是妳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然後還真的有抓到 我真的好精細 所以妳平常在家裡面 是不是就小公主對不對 沒有 其實我住在鄉下 真的嗎 對... 可是剛才我們在炸春捲的時候 妳是躲到我後面耶 因為其實我... 她是這樣 妳在野耳這樣子耶 沒有... 那時候還有人 對... 對啊 我是那個小騎士 所以今天應該嘗試很多第一次 抓魚啊 炸春捲 都是第一次嘛 對啊 因為平常比較少吃炸的 因為自己不會炸東西 所以我都吃 健身上比較多 像我們這次這樣的行程 妳以往是妳有來過 跟沒有來過的嗎 幾乎安排的呢 其實都有涉獵到 就是都有先上網看過 然後都是一直是 而且我覺得還滿值得推薦給大家 來嘗試 因為有很多是 我們有去體驗的嘛 對... 對... 對啊 我覺得這是很多 是沒有辦法 比如說我們正常的 一般人的話 就沒辦法去體驗到 對 自媒體這樣 YT界是滿厲害的 我對妳其實是很尊重 很尊敬的 常常帶著小弟跑吧 好不好 對... 有客人可以幫我通告 不敢... 去他那邊吃東西 來我的就好了 我要去啊 妳要排... 妳很多人在排隊 我發你通告好不好 妳... 幫我叫車 他撩我 他撩我 一整天了 撩一整天 好啦... 你再巴我啦 我都覺得 你要打給齊齊八 我看你會怎麼樣 真人打工旅遊實境節目 跟著我們一起遠離城市吧 探訪最美麗的台灣風景 趕快訂閱 請問今晚住誰家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囉 鈴鈴... 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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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 真的想就是 九 Tob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